那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一个 歧视的第二种类型 就是寻仿类 那什么叫寻仿类 就是我要去寻找 寻找人啊 或者寻找一个东西 我不见了一个东西 或者是我的宠物不见了 我要去寻找这些东西 我都是在寻这边寻找类 那仿是什么 那仿的话可能就是说 我需要别人来找我 可能是我的东西不见了 我现在我发这个启示 我跟他们说 然后要他们自己主动过来找我 这个也可以的 那像我们是一样的一个 就是格式上还是东西都是一样 那内容上哪可能区别 是在这一边 主要是在内容上区别 那第一段一样就是说 我的要启示的宗旨啊 目的啊是什么东西 那目的就是我要找 找什么 那我要找什么东西 然后我的这一个宗旨的话 这边就可能就变了 我就可能变成是啊 细说一下 我东西为什么也不见 或者我什么 我为什么要去找这个人啊 为什么找这个人 或者是我的宠物啊 我的宠物 他是到底是怎样子 不见的啊 这些等等都可以在这个第一段里面讲 讲的 然后第二第三段 一样还是说把细节的东西都找回来 就可以说是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的话 我要找这个东西的话 我要描写它的外表啊 他什么特征的什么名字 或者是有比较什么特别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三段的话 我就要说的是要怎么把这个东西交给我 或者说我这个人要怎么去来联络我 这个都可以 那甚至说这边还有一个东西 可以啊就说啊 如果你在这个找东西的嘛 那你可以说是哎 我的东西找回来 然后我可以给他一些就是报仇 就是给他心惊 OK 这也可以在第三段里面讲到的 那一样是在最后一段是写的是这一个 敬请垂住 那我就跟一样的是 我也会给你们这一个寻法类的一个作业 那这个寻法类的作业是找这个 十三多年的束缚的启示 那这一边的话 这个启示是什么来的 就是这个寻找十三多年的束缚 然后启示 然后这个是直接写下去了的 那本人以束缚的话 这一个可能什么 就是多年多年未联系 或者是称已经是 已经是很久就没有再见面了 所以我这边这个在这边要说 什么事情这个说清楚 那特此的话在这边是写什么 就是寻找束缚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然后第二段的话 这边要写的是这个束缚的 这个他的细节 然后他是叫什么名字啊 大概是几岁啊 然后以前陈怡住在哪里 就是刚才为什么要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给人家知道 我要找的这个人就是他来的 就不要说有很多名字 就一样了嘛 那陈怡从事过什么工作 这等等这些都可以说 给他们判断一下 那下来的这个 这个是找束缚的这个内容 那下来一个就是别人要怎么通知我 那那如果任何人这个任何人什么都写什么写 应该是说有此消息或有他的消息 或者是知道他是在哪里的话 那请就什么 请联络 那联联络我 应该是联联络本人 然后联络号码 这个联络号码比较好 联络号码什么什么这样子的 然后放下去 那本人将 这边的话本人将的话 这个你可以写什么可以写是愁谢 就是给一些伯仇 给伯仇 给伯仇的话给予这个感谢 或者是本人将十分感谢他们的一个帮忙 就是没有给任何一个 啊酬劳都可以都可以 这个是看你们怎么写 那这个后面什么就要一段希望什么 希望大家能帮忙 帮能帮忙我们一家团聚 就这样子都可以感谢 这个这样就要一段里面结束就行了 那这个为什么他没有放单位 因为这个是个人名义 你个人名义的话 你就是你自己嘛 你不可能说 哎我是某某某单位嘛 没有嘛 是说是个人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有放单位 直接写零件写就好了 一样这边是中间是要空三个的 啊